仔细询问,发现,王先生最近一段时间,要改一个工程进度,天天都要加班,回家时间比较晚,晚餐总在九点左右才吃,常常是吃过饭,没多长时间就上床休息了。 难道空腹血糖的身高,与吃晚餐早晚有关吗?答案是肯定的,别小看了这样一个细节对血糖的影响。 首先,人体有自己的生物中节律,24小时中什么时间该做什么,是与大自然的节律相吻合的,违背了这个节律,就相当于让身体强行改变节律。 长期如此肯定会出问题,2017年,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颁给了三位美国科学家,就是因为他们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人体生物中节律与疾病的关系, 证明了它是糖尿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其次,人体是一架轻易的机器,在不同的身体状况下,各个器官的功能会随之而自动调节。 进餐后血糖会不断升高,胰岛细胞会根据血糖的升高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,来促进血糖的利用,而把血糖降下来。 但如果在晚餐后很快入睡,胰岛细胞就会随之而进入休息状态,胰岛素分泌减少,血糖得不到很好的利用,就表现为了第二天空腹血糖的升高。 第三,空腹血糖代表的是全天基础的血糖水平,它的升高相应地会提高残后血糖的水平,从而导致全天血糖水平整体性升高,糖化血红蛋白次胺也会出现升高。 因此,糖尿病人的饮食控制,不仅提现在吃什么吃多少上,定时进餐也相当重要,特别是晚餐吃的,胰岛对血糖的影响不容忽视。 用研究表明,晚餐后不足两小时几入睡,对第二天空腹血糖的影响较大。 如果糖尿病人不得已而晚餐较晚,要注意第二天早餐时,应减少主食的摄入量,尽可能把全天血糖水平降下来,以你晚餐过晚对全天血糖水平升高的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